Lily中文小天地 帮你快乐成长 相信大家在学校里肯定都已经学过 英文当中就是把两个单词合在一起 这样就会有一个新的单词出现 比如说fisherman 比如说playground 其实中文和英文很像 我们也会把两个单读的字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新的词 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是口水 口是嘴巴的意思 水是water的意思 口水就是我们嘴巴里的水 当然就是我们的唾液的意思 好,我们再来看 口还是嘴巴的意思 红是red的意思 口红就是把我们嘴巴变成红色的东西 那就是妈妈的最爱口红啦 再来一个 火是fire的意思 山是mountain的意思 火山就是能吐火的山 嗯,大家一想就知道啦 火山当然指的就是volcano的意思啦 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最后呢 李李老师要说的是火车 火还是fire的意思 车是vhicle的意思 火车合在一起就变成了train 因为啊,在很早的时候 火车呢,是通过在火车头 用火燃烧煤而产生动力 带动火车往前开的 你看,中文当中的compound word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你自己想想看 你能想出来一些吗 欢迎和我来交流 好啦,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我是李李 我们下周三见 再见